只因母亲给男孩买了双小白鞋 就遭到了渣男父亲的又一次家宝 看见一旁混身伤寒的母亲 把一只小白鞋保护得很好 懂事的男孩谨慎地想要拿起 枕在父亲头下的那只 可不曾想他的举措还是惊醒了父亲 父亲挥舞着大手 静止地朝着男孩的脸上删去 很快男孩就被放倒在地 但丧心病狂的父亲依旧没有收手 而是使出无影脚 一次又一次地踹向了男孩 从男孩身上不满的伤疤来看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遭到这种惨无人道的家宝了 但即便面对父亲的独大 从小缺乏关爱的男孩 誓死也要保护好母亲给他买的小白鞋 因为那是他从小到大 第一次收到这么珍贵的礼物 事后渣男父亲还是不够尽兴 于是他一把拉起儿子 静止地把他拉到了房间 并对其进行了更加残忍的家宝 一时间房间里传出男孩淒厉的惨叫声 可没过一回 屋内突然安静了下来 因为这一次男孩再也忍不住了 内心羁押已久的情绪让他彻底爆发 男孩拼尽全力反攻 用枕头活活地将父亲捂死了 事后男孩趁着夜色 悄悄把父亲的尸体埋在了后山的竹林里 当晚男孩一夜未眠 他生怕警察会找上自己 可过了很久 警察并没有来抓捕他 反而家里没有了父亲生活变得安稳 但他的这段杀人经历却激发了男孩心中的受刑 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 长大后的老汉 开始了肆无忌惮地杀人 然而在开始害人前 他都会穿上母亲送给他的那双小白鞋 从家宝的商店老板 到虐待动物的无良妇女 再到坑骗孩子的流浪汉 只要是他看不上的人都会被他残忍地杀害 而他们的尸体都会被老汉埋在后山的竹林中 然而对于这些死者老汉没有丝毫的愧疚之感 直到某次他杀害了一名女人 从此改变了老汉的人生 在老汉掩埋了女人之后 就在回城的路上出了车祸 老汉虽然侥幸活了下来 但头部遭到重击 导致他忘记了当天杀人的原因 从此以后 老汉的记忆经常出现错乱 并且还总是断断续续的 老汉担心自己的这种状态 再去杀人的话 丁回楼出破绽 于是为了压制自己内心杀人的快感 老汉凭借着多年的杀人经验 开了一家宠物医院 通过对动物的虐杀行为 老汉的杀人想法这才被暂时压制 这天老汉来到医院体检 竟被检测出患上了重度的老年痴呆 老汉害怕自己的记忆会兜失 于是他会把每天做的事 都记录在录音器上 就这样老汉和自己的女儿相依为命 平静地度过了17个年头 直到有一天 老汉在电视上看到一则新闻 警方在城中的水库旁 找到了三具尸体 法医尸检后发现 受害者都是窒息而亡 老汉听闻后十分震惊 因为这和他的杀人手法极其相似 老汉怀疑是不是自己杀过人忘记了 于是他赶忙打开柜子 查看自己的小白鞋 幸好鞋底并没有泥土 老汉这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但老汉明明终觉得 即将会有大事发生 为了排解心中的忧虑 老汉自身一人来到了那片 埋满了尸体的丛林 看到周围并无一样后 老汉这才放心下来 但不曾想回城的途中 浓浓大物 由于能见度低 他更是不小心 追尾了一辆白色汽车 老汉见状赶忙上前查看 可他却发现 前车撞开的后备箱里 装有一个硕大的黑色呆子 里面居然在往下渗血